松拉台风远离台湾之后直扑香港 也造成当地狂风暴雨 航空大乱 金曲歌后魏如轩 二号晚间就在香港举办演唱会 没有想到因为台风的影响 有粉丝的航班被取消了 也询问魏如轩该怎么办呢 魏如轩只回复换班机 却被认为执意开唱 引来部分舆论的不满 另外一位歌手邓紫棋 也因为台风的关系非不了取消来台 邓紫棋为了弥补台湾歌迷 开直播道歉 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红旅目结果是娃娃的鱼轩 大秀越狱魏如轩日前 接受各家港媒访问 为9月2日的香港演唱会 提前暖身 没想到却碰上苏拉台风 过境香港 弹患当地海陆空交通 有粉丝向魏如轩哀嚎 飞往香港的机票被取消 好难过魏如轩只回换班机 三个字引爆网友怒火 觉得魏如轩罔顾粉丝安全 毫无同理心 眼看负评不断 魏如轩随后将留言功能关闭 歌迷们引领期盼六年 魏如轩才重回香港开唱 却碰上台风搅局 尽管舆论狂烧 魏如轩坚持开唱 不过开出退费措施 只要因为天气关系不能抵达演唱会的人 都能申请特别退款 而同样受到台风影响的苦主 还有歌手顿紫棋 自个笑容的光热 却永远都深刻 邓紫棋开直播 轻唱70多首歌 中文 粤语 英语 台语 只要歌迷想听 全都有求必应 邓紫棋向台湾歌迷表达歉意 因为飞机停飞 无法飞来台湾 参与二日晚间的高雄音乐活动 借由直播唱歌 弥补歌迷失望的心情 台风袭击 就连艺人都成了另类 受在乎 记得中文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